卡佩拉为何坚信自己在火箭可以拿到五年一亿的定心? 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那就是背后有大胡子哈登的支持。 哈登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安东尼的家吗? 同样也提到了卡佩拉流队,哈登今日和威少杜兰特勒福德罗赞等球星在参加美国队迷你训练营,主持这次训练营的是波波教练。 哈登表示,如果卡梅隆选择我们,我和保罗肯定会非常开心,我们会激发最出色的他。 其实他早就已经证明了自己,他是个很有头脑的球员,我们要做的就是更多的沟通以及更多的合作,我们会建立一支真冠队伍,而他自然就是我们这支冠军队伍的一部分。 当然还有一点,哈登说道,这个夏天我们失去了几位重要球员安里扎和巴默特,但是我们同样有机会得到一些出色的球员。 只要我们核心力量不变,只要我们可以成功完成和卡佩拉的续约,那我们就是个进步。 我也会对火箭这支球队充满信心,我会尽力训练我自己,因为那样的半场我不想再经历。 火箭和勇士上赛继续决场期后半场,火箭疯狂打铁最后输球球迷给出分析,基本可以确定温和卡佩拉实质不同意莫雷给出的五年八千五百万的合同。 因为卡佩拉知道他对火箭的重要性,连忙出色的几位中锋小乔丹,霍华德,考显斯,约基奇等等都已经完成了续约。 尽管卡佩拉现在没有球队要,但是有火箭一加,就行了。 不过火箭总裁布朗比莫雷地位高表示,预计下周可以完成和卡佩拉的续约。